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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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姑娘 我儿子还不可以自己站起来 我见其他与她同龄的小朋友 都可以自己站起来 我怕她发展比其他人慢 作为家长 我都很担心 有什么可以帮她? 希希妈妈你不用担心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基本体能活动 提升希希的步行能力 究竟有什么体能活动可以做?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当然可以 首先我们可以练习直坐 去提升希希的平衡能力 我们可以首先安排希希 盘坐在地墊上 然后用玩具去吸引她 将她的重心转移到 側坐 而家长的两只手 分别放在希希的肩头 和骨盘上 轻轻地向下压 亦都可以鼓励 倩倩側坐 和单手按住地 另一只手 就可以向前 或者在旁边 伸手去收拾玩具 熟练之后 多些练习直坐 而双手是不用按地 去保持平衡 希希妈妈妈 记住 左右两边都要练习直坐 这样才可以巩固 倩倩側坐坐的能力 明白 我会记住 除了坐坐活动之外 我们还需要训练 希希她爬行的能力 爬? 希希很不喜欢学爬 其实爬行对宝宝的成长 发展是很重要的 不过很多家长都忽视了 爬行的好处 平日都很喜欢抱着宝宝 其实这种做法就大错得错了 因为宝宝在爬行的过程中 可以锻炼他们的大肌肉 肢体协调 促进他们的大脑发展 以及可以珍重亲子的关系 哦 原来爬有这么多好处 你可以教我怎么做 当然可以 首先我们先把希希 趴在地墊上面 将一些玩具放在她面前 然后帮她伸直直手 两只手放在地墊上面 再帮她屈曲两个膝头哥 同时帮她把她的肚腩离地 尽量吸引希希 看着玩具 继续维持在四点柜的姿势 时间越来越好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玩具 鼓励欣欣在四点柜的时候 伸高一只手 向不同的方向去拿玩具 当欣欣四点柜的姿势 慢慢成熟之后 可以尝试帮助她 四肢交替地向前爬 就好像右手向前爬的时候 左脚就配合移动了 而当左手向前伸的时候 又轮到右脚向前移动了 如果有需要 我们可以将双手 放在欣欣的骨盆上面 帮她去移动 欣欣做得很好 除了彭下活动之外 还需要练习一些 位置转移的体能活动 就好像四点柜变成双室柜 双室柜变成站起身 那这些活动又是怎么做的 首先我们先放一张桌在地上 再在桌上放一些玩具 吸引欣欣由四点柜的姿势 将双手放在桌上 然后尝试扶着桌 将重心转移到双室柜地 熟练之后 我们可以协助欣欣由柜立的姿势 以两只手扶着桌 将重心移向前面 然后变成单室柜 跟着尝试站起身 如果有需要 我们可以将双手 放在欣欣的骨盆上面 协助她重心转移 哦 原来可以做这些活动 谢谢你 姑娘 当然 训练欣欣站起 和走 都是这么重要的 那可不可以多给我一些建议 当然可以 我们先将桌放在地上 靠着墙 再将玩具放在桌上 鼓励欣欣站起桌边 单手按住桌 另一只手就去玩玩具 身体应该减少 靠着桌边 而家长双手要放在欣欣的骨盆上面 和轻轻向下压 训练她站的能力 除此之外 当欣欣站的时候 家长也可以轻轻地承托她的身体 鼓励欣欣多些用双手去玩玩具 我们也可以鼓励欣欣扶着桌子 慢慢由站 屈曲她的膝头 然后坐在桌上 当欣欣坐在桌上 又将双手放在大腿上的时候 我们可以坐在她的对面 和她玩吹泡泡 鼓励欣欣用双手拍打泡泡 但仍然保持平衡 不跌的 时间越来越好 如果可以稳定地坐在桌子上 我们也可以鼓励欣欣坐在桌子上 而向前伸手 向着不同的方向去捉泡泡 熟练之后 应该尽量鼓励欣欣 扶着桌边 又坐在桌子上 站起来 再向横行 先在桌子的一边 放一些玩具 而欣欣就站在桌子的另一边 用玩具吸引欣欣 以双手按住桌边 一步一步打横行 向那个玩具 左右两边都需要练习 如果有需要 我们可以将双手 放在欣欣的骨盘上面 帮助她移动身体 我明白了 这些活动我都可以回家试一下 谢谢你 姑娘 不用客气 欣欣妈妈你要加油 拜拜 拜拜